另外在羅東早上10點多 在宜蘭市的光復路還有民生路口 發生了一室酒後口角的紛爭 所以林姓嫌犯也活同他的朋友 來分別駕車尾隨被害人的車輛 趁機拿著鋁棒來敲打被害人的車輛 並朝著被害人以及兩名乘客 來潑灑辣椒水 警方獲報之後也組成了專案小組 很快拘捕到4名嫌犯 而以妨害秩序罪還有恐嚇毀損 以及傷害等罪嫌來移送偵辦 遺案分局昨日接獲張姓被害人自拍所報案 稱上午時失詢 駕駛營業自小客車 車內負載兩名乘客 行駛至宜蘭光復民生路口 遭人持旅犯攻擊 經警方釣魚監視器以車追人 是零性犯前與車內乘客之前有發生口角糾紛 遺伙同正姓等三名友人 駕駛自小客車尾隨被害人車輛 至上述時定手持棍棒敲打攻擊 並潑灑料澆水 本分局立即成立專案小組報請 遺案地方檢察署指揮偵辦 於9日於昨日17時30分許 持居票將零性正姓等市民犯嫌 道案說明 並查扣辣椒水一罐 鋁棒一支 全案依妨礙秩序 傷害迴損恐嚇等罪嫌移送偵辦 遺案分局重申 違對暴力案件及違法之行為 將權力查處壓制 積極展現警方對掃蕩不法之決心